發現姐妹的另外一半偷吃怎麼辦 五 四 三 二 七 立刻跟他講 真有默契 因為我們之前姊妹濤 就有做一個協定 說如果你看見你的男朋友 跟一個女生走在路上 你會不會怕破壞你們的感情 而不講 我們就有答應過對方說 一定要講 一定要講 這一定要講 對 就算他們沒有什麼 你還是要講 對 我覺得 不好意思嗎 兩位姊妹受不了 另外一半是什麼好不好 好 我們先看大S受不了 宅宅的什麼事呢 第一個 沉迷於汽車 來 沉迷於汽車 對 他很愛車對不對 非常 他每天就是 一直在看那個汽車雜誌 然後上網就是在看汽車網站 打開電視就是看F1賽車 然後他就會常常拿雜誌說 這幾台車你選一台 然後我就是 可是因為對我來的 那市場都一模一樣 我就會說紅色那一台 然後他就會說 那我要買這一台 然後所有的車子 我真的都認不出來 因為他有很多台車 然後有時候譬如說 我們約在哪 我要上他的車 我就會在馬路上一直走 都搞不出哪一台 不知道哪一台是他的 可是你有沒有想過一件事情 你回溯當年 你跟宅宅結緣 也是因為汽車 對 他出車禍的關係 對 我覺得男生 對汽車有興趣是什麼 你知道嗎 喜歡婚姻 忠於婚姻 真的嗎 因為他也喜歡車 因為汽車如自己的老婆 他很保養車子 他就是很愛自己的老婆 胖屁 那個車門一打開 稍微底下卡一下 那個臉色沒... 對 還有有時候 車子離太近 你開車門撞到隔壁的車 就是他都會... 你知道我不敢開他的車 壓力很重 我相信如果我A到他的車 他一定把我修了 愛車子勝過愛你 沒錯 但是你要相信我 愛車的男人一定愛老婆 好不好 真的嗎 真的 可是呢 你要注意喔 宅宅有好多台車 所以每一個老婆... 所以每一個老婆他都愛 危險啊 我把你全都砸了 對不起 愛車的男人一定愛老婆 好不好 真的嗎 真的 可是呢 你要注意喔 宅宅有好多台車 所以每一個老婆... 所以每一個老婆他都愛 危險啊 我把你全都砸了 真的嗎 宅宅 我不是故意的 我只是閒聊而已喔 就隔天抱著寫老牛砸車 但是... 好丟臉 我跟你講 男生愛車是好事 但是要開慢一點 有啦 我每次看到他那個車 都是...他很會選車 對 有味道的男人 是不是 因為他選的車 很少人買 對 可是對我來講 跟我一樣 真的啊 那你是開什麼車 我是開SUB SUB 然後現在開OLI A8 對 所以是幹嘛很好嗎 不是啊 我聽不到 我跟你講 我跟你講小意思 我講一點 你就知道說好不好 一樣一部Benz 三百多萬 一樣一部你不了解的車 叫做A8 也是三百多萬 你會買哪一部 你不要問住在地包裡面的人 應該是看顏色吧 你是買顏色的 我都是看顏色 難怪你會選紅色的 因為你喜歡紅色的 不是 因為它那個汽車雜誌上 所有試車的 它都把它烤成紅色 所以它就是每一台車 它都是用紅色來當那個模式 介紹給大家 所以你就選紅色的 因為全部都是紅色啊 那小意思 你會選哪一部 我可能... 因為我完全不懂 就買個品牌吧 至少開出去大家還會弄什麼 歐巴桑會說 那個Benz 對嘛 這樣就對了嘛 不會開三百多萬嘛 對 這車開到人的Benz 對 至少叫得出名字啊 光陽機車也叫得出名字啊 對不對 大家也可以買光陽機車 但是我深切的覺得 男生玩車可以要玩安全的車 對不對 你看大家幾次 那個速度的問題 他現在開車真的很慢啦 不要慢 千萬不要慢 有種就快下去 為什麼 沒有啦 他現在一定要慢 因為老牛嘛 因為老牛很容易嚇到 因為老牛會怕 對 超過80老牛就會這樣 真的該慢一點 我覺得 我主要不要快 是巡航的速度不要太快 但是加速度可以玩一玩 起步的速度 就是0到什麼100那種 那個可以玩 可是去哪裡加速度啊 我跟你講就是高速公路 收費站的時候 他們不是收費的時候 幾乎要停下來嗎 對 然後在收費站到快要到 車很多的中間 會有一段比較空的地方 對 他們就會在那段空的地方 突然加速很快 然後到前面 車很輕的時候再慢慢減速 你有沒有看過一個女人 就是這樣子到收費站 加速到那邊停不了 然後趕快回轉 然後再給你 真的假的啊 那就是我 就是一給票就過去了 那個時候是因為 我們在中南部趕秀嘛 然後又要回台北錄影嘛 那開很快啊 我從台南開到台北洋開 兩個小時過十五分鐘這樣子 然後開到那個收費站 停不了啊 是... 要回去 我看到 是我們的助理還是誰的助理 說有一次要過那個收費站 然後後來他就走錯道了 然後走到那個 要拿那個回數票的 結果他沒有票 然後是你嗎 反正就有一個人跟他講說 你趕快下去跟人家要那個票 他就說好 他就下車就這樣 往前一直追那個車說 等一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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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居然 他不去後面跟那個人要票 他在追前面那個 追前面要票 好啦 那個仔仔開車開慢一點 免得我們大S擔心 對不對 OK 來 我們看小S 最受不了老公的 第一件事是什麼事呢 我們都有一樣 新聞台的新聞有很多種 他是每一種新聞都沉迷嗎 就是一般的新聞台 他很愛沉迷 還有財經台他也會沉迷 可是他通常是攻擊新聞台 攻擊的新聞台 沒有 他就是猛看新聞台 然後在那個電視台 電視機外面 一直跟他對嘴這樣 不會對嘴 他就是想要把他背下來吧 他就是早上我還有點 就是快要起床 還在昏迷的時候 他就會第一件事 就會按那個開關 然後打開新聞台 就通常新聞你看一次就差不多了 因為都大同小異 對 一直在重複 然後他比如說中午 我睡回龍覺的時候 還要再開新聞台 然後下午他就會說 寶貝就是回床上躺一躺 沒有真的要睡 只是躺一躺 他就會再看新聞台 然後睡前也要看新聞台 然後有的時候 比如說因為我們女生 比較會有罪惡感 所以如果沒事 一定會陪小孩嘛 那男生不一樣 他們都三分鐘熱度 他就會說 好啦 我來陪女兒 他就會把我女兒這樣舉起來說 寶貝愛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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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舉個大概五次吧 然後就會說OK 好了 然後就回去再背新聞台 小姐 你老公是在新安工作嗎 我都懷疑啊 主要是台灣新聞也很綜藝化 真的很精彩 他就說好好看喔 新聞台看可以 不要給小朋友看 不能給小孩看 像我兒子現在就會學了 真的嗎 學什麼 會跟著呼口號那一類的 對...前陣子什麼紅色的 對...我知道... 可是我老公是... 就算我女兒在他 也是會看新聞台 真的嗎 這一點應該是要少 可是女兒還小啊 我兒子現在七八歲了 最會穩最好奇的時候 二十八歲了 好不好 好 來看 大家一直受不了 另外一半的 第二件事是什麼事 來 話說... 說話說得太小聲 真的是很小聲 你們剛開始談戀愛的時候 姊姊說話很小聲啊 非常非常小聲 例如... 他就是譬如說 他跟我講話 他就會說 寶貝我覺得這才好 今天就是我覺得太小聲 這是說什麼 然後我就說 對不起 我真的聽不到你說什麼 還是你自己太老了 不是... 不是老劉的問題 真的不是我的問題 不是老劉的問題 真的 他講話 他講話真的超小聲 然後我就說 你講話我真的聽不見 他就說 你難道不知道我招風兒嗎 我講話我自己聽很大聲 因為他也是招風兒 所以他覺得他聽他自己的聲音 非常清楚 他也是招風兒 對 然後他就覺得他講話已經夠大聲 因為他自己聽得很清楚 所以他不想再更大聲 可是我真的聽不到 尤其是有時候打那種國際電話 講電話的時候 我真的聽不到他在講話 而且沒有 譬如說我們大家一起去吃飯 就是我們三對那個夫妻 然後仔仔就會跟我姐坐在一起 然後他就會在飯局 他就會這樣 寶貝啊 然後我們旁邊的人都想說 他這個話題到底有沒有 要參我們進去聊 因為我真的聽不見 然後我妹會問我說 剛剛仔仔到底跟你講了什麼 我就會說 我也沒聽見